今天晚上最后开打的一场中超联赛当中 以全华班首发的广州恒大队在主场4比0大胜杭州绿城 如果明天山东路能客场不能战胜武汉猪尔 恒大将会在本轮结束之后提前获得本赛季的中超冠军 尽管恒大在周中亚冠半决赛首回合当中取得了4比1的绝对优势 但谨慎的李皮还是想用全主力在主场迎战摆太阳神 今天晚上回到中超赛场面对杭州绿城 银湖轮换了半数主力 像杨超生冯俊燕赵鹏这样的替补队员进入到了首发阵容 尽管派出替补应战 但场上的局势依旧被恒大队所掌握 第21分钟郑龙凭借着超强的个人能力摆脱防守之后一脚远射 皮球被绿城门将顾超奋力挡出 仅仅三分钟之后绿城队在中场快发任一球 阿甘带球突入禁区之后打门 皮球被李帅奋勇地化解 第37分钟 恒大队在前场打出流畅配合 得球之后的冯俊燕一脚竞射被顾超 再次将皮球飞升扑救 临近半场结束 恒大队后场断球之后迅速展开反击 经过连续传递之后 郑龙杀入禁区抽射破门 恒大队终于取得了1比0的领先优势 一边再战 仅仅过去6分钟 广州恒大扩大了领先优势 还是接到高林的助攻 反约为成功的郑龙一脚竞射 打进了他本场比赛的第二类进球 2比0 两球落后 杭州绿城开始大局反扑 第61分钟 阿甘不等皮球落地 一脚扫射 求是被恒大门将李帅奋力扑出 第70分钟 绿城卷土重来 汪松送出妙传 阿甘得球之后一脚大力射门 然而在与李帅的对决当中 挪超的同学再次败下阵来 他的射门被李帅飞身花锦 5分钟之后 恒大队突然发力 两名替补球员 联手奉献了第三类进球 穆里奇吸引防守之后 妙传埃尔克森 哀神随即再下一城 恒大取得三球领先 第78分钟 越战越勇的恒大队 将比分锁定在了4比0 埃尔克森 投桃报李 助攻同胞穆利奇 锦上添花 最终广州恒大在主场 不费吹灰之力 4比0大胜杭州绿城 体育频道 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